中国的造纸文化流传千年 尽管有着心机气质的冲击 在乡干交界的大围山深处 一群村民仍然从事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手工造纸艺术 年过古兮的老人黄永根 是刘洋手工造纸制作技艺的 市级代表性专程人 16岁时黄永根从父亲手中继承下这门古老的技术 到他手上已经是第三代了 造纸是在在人先发明的 它是公元105年发明造纸的 后来就缠到我们这里也有三四百年了吧 黄永根传承的古山贡旨是湖南流阳县传统名旨 非物质文化遗产 刘洋造纸技术之经 纸品之家省内无出其诱者 据史料记载 刘洋章坊镇的竹纸生产历史和追溯至宋元以前 清朝乾隆年间 刘洋纸被朝廷官府纳用 时有供纸之称 经由29道工艺程序的供纸 细嫩滑腻洁白 吸水性强 书写流畅 保存几十年 纸面如新 它有着机器纸 不可取代的优点 深受国内外书法家 画家 印模仿写者的欢迎 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 机械化逐步代替了手工业 加上原材料难煮紧缺 原力成本也大幅提高 村里的造纸坊 由鼎盛时期的家家造纸 变成了散落的集户 大量纸槽被废弃 精于造纸的师傅逐渐逝去 供纸濒临绝迹 眼见着老祖宗留下的了不起的纸 濒于绝迹 眼见供纸传承人越来越少 造纸场所也从厂房变成家庭作坊 一度从事其他行业的黄永根 下定决心回到家乡 继承副业 再次回到隐藏在山野里的 中国古法手工纸生产现场 在黄永根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 如何传承好这项古老的记忆 也成了当地传统村落保护的当务之急 2016年 在相关部门 文化志愿者和新闻媒体的合力推动下 古山供纸声明聚起 同年 刘阳手工造纸制作记忆 被列为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随着刘阳高度重视 废宜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工作的落实 在地活态保护的思路提出和发展 无法造成这项传统记忆扎根于它的原生地 重新开出新的花朵 大围山深处的刘阳张访镇 上洪村 道观冲 也凭借着大家向心的力量 由昔日的空心村 叠变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飞夷生态村 云深不知处 只在此山中 微微华下 钟灵俊秀 声声不息 繁衍昌盛 以黄有根为代表的道观冲 非遗传人 用他们的热爱与坚守 让古山共旨 穿过历史的长河 经受住时间的沉淀与考验 在新机器纸的时代 继续绽放 意义绵长的光滑 地前面 屋内 庄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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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廿岛 并 美 因为 感谢观看